诺贝尔诗歌《路易斯格旅克》也冤尾花诗歌鉴赏 路易斯格旅克弹的诗歌创作心得 也生冤尾花 在我苦难的尽头 有一扇门 听我说你所说的死亡 我记得 头顶上有声音松树的树枝在晃动 然后全无 微弱的太阳 在干涸的地表上闪烁着 生存是可怕的 作为意识 埋在黑暗的土地里 然后了结你所恐惧的作为 灵魂而不能 说话 戛然而止 僵硬的大地 弯曲了一点 而我认为是 鸟儿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飞来飞去 你若不记得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我告诉你 我又能够说话 无论什么 从回归中回归 来寻找声音 从我生命的中心生出 一个巨大的喷泉 深蓝色 在蔚蓝的海水上留下阴影 路易斯格履克写了一首名为狂野的鸢尾花的诗 这首诗是关于死亡和重生的 他用鲜花和原意来隐喻精神上的渴望 绝望和沮丧 这首诗被分成不均匀的节 长度从一行到五行不等 并且不遵循特定的度量模式或押韵方案 格履克在诗中运用了击中诗歌技巧 包括名誉 拟人画和隐喻 这首诗被认为是一部精神作品 邀请读者反思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与自然的联系 这首诗用鲜花和原意来隐喻精神上的渴望 绝望和沮丧 它是关于死亡和重生的 他呼吁读者说出自己需要命名的部分 这首诗被分成不均匀的节 长度从一行到五行不等 并且不遵循特定的度量模式或押韵方案 虽然这首诗是属灵魂的 但它不是说交的 它留下了许多魔棱两可的地方 未回答的问题 以及文字或思想的意外转变 诗人只是邀请读者停下来反思自己的精神追求和与自然的联系 格履克在狂野渊味花中如何使用异象 在狂野的渊味花中 路易斯格履克用生动而有力的意象来传达精神上的渴望 绝望和沮丧的主题 他用花卉和原意来隐喻人类的灵魂 重生不朽以及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共性 以下是诗歌中使用的意象的一些例子 在我痛苦的尽头有一扇门 这条线索用门的形象来代表重生和新开始的可能性 松树的树枝在晃动 然后什么也没有 微弱的太阳 在干燥的表面上闪烁着 用太阳和松枝的形象来代表大自然的力量和美丽 生存是可怕 作为意识 埋在黑暗的土地里 这些诗句用时间的意象来代表诗人对生与死大问题的思考 鸟儿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飞来飞去 这些诗词鸟的意象来代表说话 渴望重生或复活的感觉 鸟在西方文化中有寓意死亡灵魂的意思 格履克在狂野的渊味花中对意象的运用是有利而令人回味的 有助于以发自内心和情感的方式传达诗歌的复杂主题 韵律技巧 路易斯格履克是一位敏锐的诗人 他对声音的使用与他对意义的操纵一样微妙 当您对野生渊味花进行初步韵律检查时 您不会发现喧嚣的词 这首诗墨有违韵 查看第十九行中单词Returns的重负 单词出现在行首 然后在行尾返回Returns from Oblivion Returns 考虑第十六行中的短语你谁做 You who do not remember 这三个词都押韵押韵的单词强调了说话者交流欲望的紧迫性 You who 并创造了一种回声效果 从另一个世界中发出幽灵般的回响 标题野生渊味是一种多年生植物 这意味着他来年会重生 狂野一词的其他含义 粗犷 荒凉 暴风雨 暴力 传达了神秘和危险的气息 预示住这首诗对痛苦和死亡的探索 简单的话语 深刻的思想野渊味花使用了很多简单的单词 包括许多只包含一个阴洁的单词 有一扇门听我说我告诉你我可以说话 这些是普通言语中使用的词语类型 它们构成了诗中的对话风格 运用简单语言描述诗歌的深刻内涵 据耶鲁日报报道说 他也不喜欢挑剔他穿的衣服 这首诗他确实引入了一两个更花哨的词 一望Oblivian天蓝色Azure 他构建了一堵墙 与周围平淡无奇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 路易斯格旅克 诗歌中的思想往往是深刻而复杂的 从一开始 我就更喜欢最简单的词汇 他解释道 让我著迷的是上下文的可能性 我喜欢那些在页面上看上去短小 能在脑海极富想象的诗 节 分行 和空白 也约伟花有七节不同长度 节之间的逻辑联系通常是神秘的 所以在空白处 你必须考虑一下正在出现的含义 我不认为增加资讯会能使诗更丰富 傲满 格旅克说 我被省略号 魏严说的 暗示 雄变的 不在场所吸引 对我来说 不在场发挥了巨大的意义和力量 是的 那些使用频繁的空白不仅仅是为了缓解眼睛 他们是给你一个机会在沉默中思考 将诗歌的思想联系起来 诗意的干扰技巧 将一行诗歌延续到下一行诗歌 莫有标点符号 是格旅克表述不在场的话的另一种方式 如 看一下第三行和第十七行在死亡的F一词和短语 另一个世界的Otherworld空格结尾的方式 将您从悬崖边上带到超脱的世界 很少用标点符号 虽然这首诗墨有固定的节拍 但格旅克用节奏来增强诗歌的简单词汇和对话 单音节单词的重负重音突出了重点 这种技巧在诸如听我说hear me out 你称之为死亡的东西which you call death 和我告诉你I tell you之类的诗句中很明显 强强格 诗人用三个强强强增强诗的节奏 冤伟花这个词在这首诗中无处不在 无处可寻 这个词只出现在标题中 但仍然引发了一系列强大的象征联想 一读到标题也冤伟花 你会想她的花色 如果你知道关于希腊彩虹女神Iris故事 下面是对这首诗歌的书里 供参考 标题 一切从这里开始 这是诗中唯一真正提到野生冤伟的一点 但是 一旦野生冤伟花的形象 及其所有的自然和神话联想 被植入我们的脑海中 就没有回头路了 在诗中的每一处 我们都必须问自己 野生冤伟花与我们正在阅读的内容有何关系 野生冤伟花如何向人类 第三杠四行 如果说这首诗的说话者是野生的冤伟花 那么它已经展示了人的属性 说明了诗人对拟人化的使用 拟人化是一个花哨的术语 指的是人类以某种方式 将非人类事物视为人类的普遍性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你可能会抬头看月亮 看到一张善良的人的脸 当你成年后 你可能会写一首关于一朵花的诗 它沉思死亡 虽然植物和人都会经历死亡 但我们通常不认为植物能够记忆 第五杠七行 这些行中描述的自然环境 与野生冤伟可能生长的环境一致 尽管考虑到土壤的干燥 它可能是一种干涸的冤伟花 然而 这些行中描述的感官知觉 听觉 视觉 再次暗示了人类的意识 第八杠十行 如果一朵花是格履克诗歌中的叙述人 那么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延伸的隐喻或预言 将花的生命周期与人类的经验进行比较 有了这些诗句 扩展隐喻或预言的潜力就会获得动力 野生冤伟花和人类都可以进行埋葬 虽然埋葬对人类来说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物质生命 但埋葬是多年生植物持续生命周期的自然组成部分 与非拟人化的花不同 这位叙述者似乎分担了人类所经历的意识的负担 第十一章十五行 谈到灵魂 诗人敦促我们不要害怕被埋葬和无声 你说的容易 野生冤伟花 明年春天你会再次绽放 但我们死后会在哪里 尽管如此 如果野生冤伟花的生命周期是对人类存在的延伸隐喻或预言 也许人类也有重生的希望 尽管是以精神形式而不是尘世的形式 第十六-二十行 根据个人经验 诗人承诺从遗忘中回归 包括再次说话的能力 言语是我们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困难的情绪有时会压倒我们的说话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野生冤伟花的生活可能会提供一种情感预言 而不是或补充精神预言 找到一个声音可能意味着从绝望中恢复过来或从抑郁中走出来 第21-23行 喷泉图像如何符合我们关于野生冤伟作为精神和或情感预言在体的理论 野生冤伟花的标题包括一个经典的典故 在希腊神话中 冤伟花是彩虹女神 她将天空与大海联系起来 她向人类传递来自众神的信息 在诗的语境中 你认为她带来了什么信息 关于路易斯格履克可观看我编写的视频 贾成花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点赞 下面是诗人朗读的她的作品 Iris At the end of my suffering there was a door Hear me out That which you call death I remember Overhead noises Branches of the pine shifting Then nothing The weak sun flickered over the dry surface It is terrible to survive As consciousness buried in the dark earth Then it was over That which you fear Being a soul and unable to speak Ending abruptly the stiff earth Bending a little And what I took to be birds Darting in low shrubs You who do not remember Passage from the other world I tell you I could speak again Whatever returns from oblivion Returns to find a voice From the center of my life Came a great fountain Deep blue shadows on azure sea water I tell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